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老師 大家好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張彥廷將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方恩格羅斯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持續的聚焦在這一場 還在進行當中的巴黎奧運的 網球女單 先來關心這個項目 第六種子是中國大陸的選手 鄭卿文呢 好 年僅21歲而已 我們看到呢 他拿下了中國大陸奧運史上的第一面喔 網球的女單金牌 這場經典戰役展現了壓倒性的實力 金牌戰的部分 大家一直在關注的 就是這一次對上了這個 克羅埃西亞的好手 維基奇 兩度呢 他是以LuckyA成功破發 以6比2 6比3 直落2拿下勝利 再後呢 他也特別強調說 支撐自己到最後一刻的力量 就是他提到的這位飛人劉翔 同時呢 當時他拿下勝利的時候也是21歲 是在雅典的奧運110公尺的跨欄得到的 那麼激勵了他 而鄭卿文呢 同時他也是在21歲的這一年呢 向世界證明了自己 他說我在這裡也是21歲也會記住這一刻 他還說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 奧運會一直比大滿貫重要 國家榮譽永遠超過個人 我們持續看到在2004年當時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一位喔 雅典奧運會劉翔是以12秒91成績打破了奧運會記錄 當時他還很激動的說 誰說黃種人不能拿到奧運前8名 而鄭卿文的部分我們來看到他的表現喔 三年前世界排名還在第108年 如今幾身世界前十了打敗歐洲網球強國 有沒有機會再一舉翻轉歐洲選手主導網談的一個局面 永明老師怎麼看 我當然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啊 因為他現在才21歲就贏得了這一次80奧運的金牌 不過他並不是憑空這個出現的 他其實在單打的成績上面 在就是職業以及非職業 就特別是在非職業裡面 他的職業戰績裡面其實是17275 就172剩75敗 所以然後全這個排名的話 他是排第七名在整個單打成績 那目前最高的這個排名 也是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呢 他是全世界排名第七 那在奧運表現突出 在這種激勵之下 那各種因素他取得了這個冠軍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讓人太意外如果你看到他一路走來的這個努力 當然我們知道奧運的這個比賽並不是說我們愛打球啊 那打得不錯那我們就參加奧運吧 沒有這回事的 奧運的準備是這個好幾年 而且必須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訓練準備 那因此整個奧運簡單的說甚至都是一種國家的力量的這個投入 也是國家實力的展現 你看到幾個主要得金牌這些國家大概都是這些西方國家過去 然後呢日本中國大陸慢慢的一些這個其他的國家也開始參與到這裡面 有一些可能就從他們比較擅長的這個項目 有一些呢你就看到在所有的項目裡面呢 就都有一些優異的表現 日本這幾年來這幾次也是這樣子 那中國大陸更是如此 上一次他得了38面金牌僅次於美國的39面 然後日本排名第三 我們看這一次目前中國大陸的排名就是金牌這個排名第一 不過好像美國現在把這個排名重新這種做法是用總獎牌的方式 這個跟一般的這種排名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可是你看鄭卿文他個人跟另外一位潘展樂比較起來 他們其實都是從小就開始訓練10歲以前 沒錯 就有這樣子的能力 然後呢鄭卿文是有個虎爸 那潘展樂呢也就是在整個學習的過程當中全力的投入 然後呢進入到一個很嚴格 然後很激烈那自己也很要求自我要求的這個訓練 以及不斷的不斷的參加國際的比賽 累積經驗 然後呢不會卻場 然後最後能夠在奧運 大家都把奧運當作最重要的這個競爭的表現 倒不是為了奧運金牌的獎金 而是他真的代表是運動的那種最高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這裡面顯示是另外一個這個現象就是 也不再是所謂西方人體型比較強壯 然後所以呢就在某一些項目裡面它絕對的佔優勢 現在你看到即使是田徑項目 在中國大陸 韓國日本這些選手呢都可以甚至進入到決賽的部分 那有一些你看剛才我們提到的 劉翔21歲拿下了雅典奧運110公尺這個跨欄的冠軍 所以這也就是說其實傳統上我們大家認為說 這個所謂體型的差別 但是事實上現在已經不是了 你看看我們現在高中生都很高耶 對不對 大家吃的營養越來越好 所以有些人如果從小就訓練國家願意投入 當然我必須要講這跟社會 跟企業的贊助都有關係 整個奧運真的就反映 就是這個國家社會企業 他的重視以及他的投入 還有他的實力 好同樣一個問題我也特別想要請教網友 因為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這個奧運的勝利 美國希望改變一下規則 就是說奧運的金牌來算是勝利 還是說是用總獎牌來算是這個一個場子的勝利 那請網友留言來告訴思敏 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 這一場奧運會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 考驗的是鄭卿文的技巧還有他的心智 尤其呢這一場比賽 舉辦的地點是在紅土地上面來打球 大家知道在紅土地上面打球 這個球速是比較慢的 但是他的彈性是非常強的 鄭卿文這次的六場打得很有韌性 而且關鍵時刻都能夠沉住這些壓力 創造他卓越成績的就是剛剛楊老師特別提到的他的父親 好父親的小檔案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也是運動員是田徑運動員他叫做鄭建平 當年他為了培養自己的女兒真的是下了重本啊 不惜當初呢下跪幫女兒拜師也曾經帶著自己的女兒 一起去拜入了西班牙教練這位叫做佩雷里巴的門下 那鄭建平還傳出呢他曾經出售老家的房屋來 供女兒可以練做這個球費的花費 一個小插曲 在某次呢 全國比賽當中 當時鄭卿文他的分數比較落後 表現稍微消極了一些些 連輸了幾球 比賽暫停的時候他父親就很嚴格 立刻站出來在鄭卿文的面前大發雷霆 還打了自己的女兒 媒體呢怎麼樣稱他的父親說他叫做虎爸 說呢鄭卿文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是因為有這位父親 無論在經濟上心理上面都非常的支持他 我們請你將軍來幫我們看一看這個 家庭的支持對於運動員身心的素質到底有多重要 我認為家庭的支持是最重要的關鍵 因為人從出生到長大 和向上鄭卿文他只有21歲 家庭絕對最重要 因為他還沒有進入社會 所以家庭是第一支柱 那家庭的整個的支持 絕對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我們看到鄭卿文 身高178 不高也不矮 因為我們知道太高不行 太高反應會慢 然後如果太矮太高也不可以 因為你這樣跑的速度 腿短也來不及 來硬解 剛好178對女孩子來講 算是比較高的 但是到西方那邊去看 差不多就是這個 這個是剛好是黃金 我們要挑到黃金比例 我認為他挑到黃金比例 第二個他在這個選舉 選擇這個運動項目的時候 他爸爸你看 又給他打過桌球 也打過羽毛球 也跟他打過籃球 也打過網球 最後網球可以 桌球沒有了 籃球沒有了 還有羽毛球也沒有了 就是桌球 但是其他的還看網球 所以找到最佳的黃金組合 在這個地方 那是不是從小開始 我認為很多事情超前部署 越小起步 我們講到的 笨鳥先飛嘛 何況自己又那麼靈光 那更可以這個勝卷再過 所以我認為家庭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他選教練 他選了在這個西班牙巴塞隆那 那個我們叫Riba 那個里巴 對不對 找到一個好教練 因為明師出高徒啊 如果不是明師的話 是一般犯犯的話 那我們看他只是 會變成四倍功半 那明師一看就知道 什麼角度 什麼樣握拍 怎麼樣的角度切入 怎麼樣 什麼時候去擊球 明師很清楚 所以明師一教 變成四半功倍 是這個樣 所以他找到一個老師 你看有沒有 找到一個好老師 那找到一個好老師 成功值班 為了明師出高 我剛才講過 另外一個 錢 錢很重要 所以他賣了房子有沒有 對 因為這要錢的 你的網球派 你的網球要不要錢 都要錢的 而且到世界各地比賽 你看有那個在法國的公開賽 有溫布頓的網球公開賽 有澳洲的公差賽 有美國的網球公差賽 你到處跑 機票要不要錢 其實住要不要錢 當然要錢 所以他爸爸房子都賣掉了 所以要培養一個人不簡單 對 對不對 我們沒有講說他請家蕩產 房子都賣了就是 你看這個嚴不嚴重 為了培養一個 全世界頂尖奧運 奧運是全世界頂尖的 網球 好手 我們不要講他名將 你看的確是要花 一定要有錢 那他錢 他爸爸願意全部支出 我房子都賣了 所以爸爸當作賞他的光 我房子都賣了 你還不好好努力 我都沒房子了 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所以我們看了這幾個東西 這個 這幾個條件 營造了他 那我們知道 網球有水泥地的 還有紅土的 他兩個都在適應 這個打水泥地的打水泥地的 打紅土的打紅土的 所以他到各個都參加世界各個比賽 臨場感就出來了 還有一個世界積分 你打那個分 是有積分的 你實際積分要夠才能夠往前排名 你往前排名有積分夠 你才能夠參加奧運 他就有條件了 所以這樣子 那我們講的要良性循環 因為你打出了成績 打出了成績就由廠商來贊助 不是光靠家了 他的衣服廠商贊助 還有網球拍廠商贊助 不是光是贊助這個網球拍 他打了機場之後 他可以拿錢 他已經累積了 累積了好像270多萬美金的 世界公開賽的獎金 那這樣的話 他對他來講的話 已經相得益彰 已經形成氣候了 那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我的關鍵是他個人 個人的抗壓性要夠 他如果抗壓性不夠 一個閃失的時候 就認為患得患失了 那就不行了 因為勝敗乃兵家常事 失敗為成功之母 失敗就失敗了 抗壓性他可以 他可以疏解 永遠都有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打球一樣的 在球場上跟戰場 球場就是戰場不是一樣嗎 你來我往的 但是問題是 抗壓性夠不夠 抗壓性不夠的話 患得患失 會後面整個的 他的心境 他的心理的素質 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倒認為這一個 他的家庭絕對是鄭清文 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他湖北人 大家很清楚 湖北人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知道這個要培養的時候 從小就要注意到營養 你不能說他到了 已經十五六歲 開始做營養 不行了 他的體型已經定格了 沒有 從小的時候可能就要高單位 高蛋白質的營養 牛奶 蛋 這個東西都要調好 他才長得那麼高啊 178公分 在女生來講算是高的 對 是這樣 從小就在哪裡 我認為不在學校 也不在社會 是家庭 家庭的支持 是鄭清文成功最大的關鍵 好 所以先天 他自己有很好的基因 不過後天 他自己的努力 再加上各種的支持 包括剛剛 將軍幫我們提到的 來自家庭 教練等等 各方的支持 造就了今天的金牌選手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 幾起這個奧運會 場邊的一些火爆衝突 第一起 我們先來看到 是大陸的搜狐網指出 克羅埃西亞的 這一位好手 剛剛我們不是提到嗎 這一位是維基奇嘛 決賽兩盤比賽當中 都被鄭清文擊敗 第二盤他就很憤怒 好 在憤怒當中 還摔他的球拍 發洩情緒 然後在接受本國媒體 面前的時候 還批評鄭清文說 他拖延發球 爭議不斷 另外一起衝突 是鄭清文先前呢 他在16強戰的時候 賽後疑似跟 美國的這位選手 他是愛馬納瓦羅 發生了口角 好 當時呢 記者詢問說 到底說了什麼 那瓦羅他則是語出驚人說 我只是跟他說 身為一名在場上奮戰的競爭者 我並不尊敬他 我認為他對於許多的事物 是太過於激烈了 我們前幾天聊到了潘展勒 這一次又再看到了鄭清文 部分美國體壇選手 確實我們也看到幾個案例 對大陸的選手 為何這麼不滿 能不能解讀是否還沒有辦法 接受大陸的體育選手 現在逐漸的來攻佔了 西方的優勢領域 Ross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美國選手是可以接受 別的國家是進入這個 最強國家之一 包含中國大陸 我覺得美國選手最在乎的是 對手有沒有違規吃藥 裁判有沒有公平中立 我覺得這個對美國選手是最重要的 但是美國選手他們經驗很多 參加各式各樣的國際比賽 所以他們如果 不管是中國大陸或其他的國家 能打進去最強國家之一 我覺得美國人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那怎麼看這些個案 只是個案而已就對了 我真的覺得是個案 對不是對整個中國 或對整個國家 或所有的那個國家的選手的反應 真的是一對一的情況 你還是認為說美國選手 西方的整體選手 還是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表現得相當的不錯嗎 你怎麼看 我以美國人的角度來看 畢竟我是美國人 所以當然我要支持美國隊 我覺得美國這次 雖然金牌沒有最多 但是金甲銀甲通 目前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表現真的是蠻不錯的 地人政治 好我們持續來關心同樣也是奧運 儘管潘展勒奪冠已經是事實 但是西方的運動員 還是沒有放棄他們的獵殺行為 這回又把矛頭指向了團體賽 我們來看到這位是英國的蛙王 他是皮蒂 對中國大陸在這次巴黎奧運游泳的 最後一晚的接力賽獲得勝利 公開提出了質疑 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 面板上我們可以看到他說 如果你不公平的獲勝 那麼獲勝就沒有意義了 這次的賽事 我們也來稍微了解 目前的得分是中國隊在男子400公尺混合世界力賽中 奪得金牌 第二名緊追賽後的是美國法國第三 跟英國的第四名 這一次有涉及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很關心的禁藥檢測的問題 在東京奧運前面曾經做了這個禁藥檢測 23名大陸的游泳選手都是呈現陽性 這當中四位金牌得主中兩位運動員 名字叫做譚海洋跟孫家俊沒有被禁賽 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反禁藥組織 確定他們只是受到食物污染 所以還是可以繼續的比賽 西方媒體在跟運動員在繼續 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下 仍然是繼續追著這件事情打的 不知道永明老師 如何看這件事情的正當性 對我覺得我們先要釐清 就是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那第一點 你剛剛提到的 這是2021年 東京奧運之前好幾個月 在中國大陸自己內部 23位中國的游泳學手 在做集體受訓的時候 自己檢測出來 怎麼含有禁藥反應 然後第一時間中國的 就是這個單位就報告給世界 反禁藥組織就叫挖打 因為不會23個人同時都吃禁藥吧 這個是很難以想像的事情 而且在他們自己幾個月的集訓 這個集訓之前 所以這一定有 就是說受到什麼污染 那調查出來 他們說飯店的這個餐廳受到污染 他如果怎樣吃禁藥 應該是個別或者是怎麼樣 也不會自己去報 挖打知道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開始來做調查 挖打經過調查之後呢 他覺得挖打是世界性的組織 他做了調查之後 他覺得這個中國的這個報告裡面 所呈現的證據沒有問題 所以就讓他們有一些 合乎奧運資格的人 參加東京奧運 然後呢 到了東京奧運結束了 西方就開始不斷的吵這個問題 就是說 那他們在找一個瑞士的檢察官 整個再來檢視這個程序 瑞士的檢察官說沒有問題 最後到今年年初之前 國際奧委會也整個來檢視 沒有問題 然後呢 在這個壓力之下 那挖打就開始對 要參加這一次巴黎奧運的中國選手 就開始要求 你要增加你的要檢 那這個要檢是不是有理由呢 那當然你可以說你因為 曾經發生過這個事情 好吧 可是呢 你知道從五月到七月三個月的時間 中國的游泳選手 平均每個人接受21次 包含這個潘展樂 而澳洲選手呢 這三個月只有四次 美國選手呢 這三個月只有平均六次 然後21次完全沒有任何的這個陽性反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一直到七七月三十號 紐約時報還在說 中國在2021年有被檢測 進藥 所以這一次的巴黎奧運合不合規定 到這個奧運開始之前呢 挖打就跟美國槓上 挖打說你這個是政治操作 我們檢測了這麼多 然後呢整個看這個過程 還找了衛生檢查過來看 美國就不接受 美國就通過一個國內法律說 只要美國參與的這個運動會當中 只要有一定要確保它的公平性 這就叫常被管轄 因為會牵扯到刑事的管轄 那將來如果下一次2028年到洛杉磯奧運的時候 中國進入到這個美國中國被軟禁了怎麼辦 看只要你不斷的 而且這一次秦海洋也說 他其實連續的21次他更多了 他更多 因為他是上次的名單當中 他攀載了還不是 那他就說他其實整個生活布料被打亂 他這一次你看他沒有得金牌 可是你看到最後男子混合400公尺的時候 他在那個挖室裡面他有第一 其他三個也都是這三個國家 美 英 法的這個No.1 挖室的 可是他個人比賽的時候 他說他受到影響 那我必須要講 美國在今年3月的時候 現在在田徑場上 馬上要跑那個男子200公尺的 叫做Nighton 很有名的人 他在3月26號被美國自己檢查出 他用類固醇 禁藥 那是禁藥 而且是很嚴重的這個禁藥 結果美國的US WADA 就說他是受到食物污染 他就讓他參加 然後跟國際奧委會 根本不報告這個事情 後來最近是個事情來爆發 所以美國第一個 Double Stand 第二個 我們看到從WADA到瑞士檢查官 到這個國際奧委會 這個不是中國自己講的 他們自己針對2021年 在東京奧運好幾個月之前 集體的有禁藥的反應 中國選手這麼笨 我再講一次 23個人集體有禁藥反應 然後呢 以及在這一次比賽之前 所有中國的選手 21次的這個檢驗 我是覺得這裡面 真的西方在 就是說 對於這種傳統的美國主導的 運動項目當中 看到中國的表現 很難以去接受 那覺得說 也許這個禁藥是不是一個因素 就不斷的在炒作這個東西 可是都忘記了自己 其實才是禁藥的使用的最大的紀錄 然後呢 也是同樣的這個標準 雙標對自己的這個選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事情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經驗的學習 那我們看到現場上 美國還有一些其他國家的選手們 大部分人 除了這位英國的選手 因為他大概得第四名了 因為否則的話 他就可以拿個銅牌 拿個銅牌了 大部分其他的選手 其實都接受 都認為中國的選手表現 是很好 值得肯定 也不認為他們是有用禁藥 因為他們也都接受 有禁藥的這個檢測 而且遠不如中國的這個次數這麼多 好 尤敏老師特別提到 這個美國雙標 您有怎麼看的留言 來跟我們做討論 我們持續看到 那這一場的奧運會上 我們還要來關注到的是 跳水項目 女子擔任10米高台的準決賽 國家隊這一位呢 是金鴻禪 還有陳玉聖已經 陳玉聖已經晉級決賽 目前看起來奪冠的大熱門 是在全紅禪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他 他的小檔案 7歲接觸跳水 11歲被選入廣東省隊 上街東京奧運 年僅14歲 就拿下了女子擔任 10公尺高台項目金牌 全紅禪其實他家境很辛苦 可是他很懂事 五個兄弟姐妹自己是第三 哥哥初二還沒念完就錯學 任職廚師 姐姐在奧運奪冠時正就讀高中 另外他還有包弟包妹都在練習跳水 在體育學院 那他每個月省吃檢用就會把錢寄回家 然後供母親來做治病 採訪的時候他也透露 之所以學跳水 是因為誤以為不用讀書 網友聽到都笑翻 所以稱他做很可愛的叫做產寶 有這樣子一個稱號 他跟鄭卿文確實不同 鄭卿文投資非常多的金額 父親嘛 投資在他身上大概兩千萬人民幣 產寶非常的辛苦 但是人造就不凡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他又不一樣 剛好跟鄭卿文兩個剛好不同的女 因為鄭卿文那個是網球名將 他這個要錢 那全紅禪的話 他家窮 上面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 下面一個妹妹一個弟弟 他老三 他下面是妹妹 再最小的是弟弟 家裡一家五口嘛 一家五口就是窮啊 那窮是什麼 跳水 因為跳水不要錢 你就有一套泳衣就可以了 那個場地嘛 那個游泳池 跳水是沒有消耗品的 你就是個泳帽一個挖鏡 然後再一個泳衣 就這樣子了 不要再買了 球鞋都不要 什麼都不要了 因為為什麼 那他窮 窮文才在哪裡 窮文才他身高才150公分 就1.5米 你看個頭矮 那家窮 他就選這一個 他從7歲開始玩跳水 大家看到 然後在東京 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他才13歲耶 13歲時 他現在才17歲 4年後他就17歲而已 他才14歲 現在17歲 還是個高中生 你看他進入廣東省運的時候 他才幾歲 廣東省運的時候他才11歲 11歲是國小耶 還沒有得到國中耶 因為國中是12歲 你看所以他 他非常小就開始了 我認為錢紅茶 你不要看他這個講說 因為跳水可以不要讀書 我認為他很孝順 因為他媽媽生病 他媽生病的話 我們知道國家要培養這個運動員 有營養費 那他把營養費水下來 為什麼 因為跳水我們知道 跳水身材很重要 他就流線也有 不能太大 你的水花大 你小 水花小 你大長當然水花會大 你看他那 他一跳到水裡面我看到 沒有水花 水花消失了 人已經下去了 他這個角度剛好 這個是完美的主要 他又不是海豚 那海豚可以沒有水花 他不是海豚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身材剛好 沒有大長 剛好然後進入角度剛好 就沒有水花 感覺到好像人沒有跳過一樣 那就是滿分 那個在東京的時候 不是講這一次的 法國的巴林奧運 在東京的時候 裁判六個 通通給他離十分 因為十分就是滿分 通通十分 因為他沒有水花 通通十分 是這樣 所以他拿到金牌 這是實至名歸 我要認為 他存在 成功是在他的毅力 他毅力還不怕吃 他願意 因為有些人 你要知道 這個十公尺三層樓高度 因為一層樓高度是三公尺 三層樓才九公尺 超過三個層樓 你要不要怕 你怕什麼 那個水有人看他會怕的 那麼高 掉下去還得了 那這水他是很習慣 他已經有那個水性了 第二個興趣 全公尺是在他的興趣 他喜歡玩水 從七歲就開始 他現在才十七歲 我認為他的職業生涯 他還可以得好幾面的 奧運的金牌 因為他年輕 他還沒有成年 十八歲才成年 他現在十七歲而已 才高中而已 連大學都還沒有進過 所以我認為他潛力無限 最後一個我認為他全程投入 就是說你完全忘了我 你忘了我 就跟我們飛行一樣 你當忘了緊張之後 你才會飛得好 你這緊張狀態 你一直在消耗 你在消耗 你在分神 他已經忘了 那一忘之後就全程投入 是這個樣子 我在薩爾瓦都看他們踢球 他們窮 他們只會有那個球球 就那個球 不要有錢 然後穿個破鞋子 他們窮 興趣在那邊 然後他們踢球 他們都忘了我 踢得好準 那球到哪裡到哪裡 我一看 哇好厲害喔 他們這個是足球大國 一個小國家變成一個足球大國 因為 這在哪裡 在興趣 在毅力 好他有多有毅力 其實他的廣東省跳水隊的教練 何威夷 曾經透露說 12秒他能夠做完10次的樂目駕 腰腹訓練 另外一天跳水300次 多困難啊 Ross怎麼看他成功原因 我覺得除了家庭之外 我們剛剛 將軍有討論 對這個 鄭清雯家庭的重要性 但是這個也顯示 我說這個 這個賢寶的成功 也是顯示有一個 國家體系也是很重要 所以成功在國際賽事成功的國家 通常都有一個完美的國家體系 他們會找到有希望的年輕人 然後有錢給他們訓練才能成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顯示真的需要一個國家體系 最近有很多相關新聞說 為什麼有一些國家雖然人口大 也有人口小的 就是連人口大的國家沒有得牌 他們已經是在國際賽事是不成功 問題是在於可能是人口都不 國家窮 投資在運動投資真的是不夠 所以真的需要一個國家體系才能成功 好同樣一個問題我們請教網友 剛剛Ross跟我們特別聊到運動員的成功 決定於這國家體系整體的支援 您又如何來看這件事情 留言告訴我們跟我們做更多的分享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節頭條焦點趕快來關心到中東目前的緊張局勢 和以色列的官員原本預料在8月5號這一天 伊朗就會來動手來做報復 但至今我們看到目前是沒有動作的 路透社稍後也做了報導說 美國國安團隊已經開始 像包括了拜登跟賀錦麗匯報 坦言目前他們真的是不知道 伊朗和巴嫩真主黨可能何時會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不過以色列其實早就做好了 接下來可能會有血腥作戰的一個準備 預備好了地下掩體 讓政府領導人可以在第一時間都躲避戰火進行 接下來會有長時間的指揮 這場戰能否避免全球也把目光望向兩個國家 今天我們要特別關心到包括俄羅斯跟大陸 積極近年介入在中東內部的調停 如今美國才宣稱的 伊朗隨時可能在24到48小時內動手 關鍵倒數時刻 中俄兩國又能發揮什麼關鍵力量嗎 今天我們一次來做掌握 去年大家還記得嗎 以它戰爭開打的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以色列情報失靈 這次伊朗發動攻擊 美以兩國情報單位 會不會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羅斯怎麼解讀 應該不會犯下同樣的錯誤 他們從這個戰爭開始之後 有學習很多東西 那就是哈瑪斯和珍珠黨 伊朗這些國家和團體這麼打戰 但是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伊色列這次刺殺哈內亞 沒有實現告訴美國了 所以這個永遠為難美國了 因為伊色列的動作 會造成美國的威脅 對不對 但是美國已經在過去幾天說得很清楚 我們會跟伊色列站在一起 萬一不管是在伊色列北部 甚至在前兩天美國也是在中東地區 部署海軍的資源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國家 不會怕伊朗和珍珠黨會有什麼反應 因為你剛剛說到伊色列暗殺他的伊朗的首領嘛 那你說美國不知道 美國是真的不知道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伊朗為什麼到現在報復行動都還沒有真正動手 美國真的不知道伊色列會在伊朗會刺殺哈馬斯的政治領袖 伊色列百分之百是沒有實現跟美國說的 這個很多新聞已經有報告了 那有關伊朗為什麼已經等幾天還沒有恢復了 他們的確會有恢復了 但是他們也要考量其他的國家的反應 不只是美國的反應 也要考量俄羅斯和中國的反應 畢竟要考量地人 也要考量到他們的盟友的反應 的確會有反應 什麼時候應該是在將來幾天會有了 但是他們也要考量到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也是要回應他們國家自己人 如果像今年四月份伊朗有回應伊色列 有攻擊伊色列 但是真的算是沒有成功 因為伊色列的防禦系統 還有美國跟其他的國家來幫忙伊色列 所以四月份的打擊伊色列是不成功的潛力 所以這次如果伊朗真的要打 真的要報復伊色列的話 他們也要考量到國內的反應 所以對他們來說一個重點是 我們這次報復伊色列會不會成功 同樣一個問題我也請教網友 剛剛這個羅斯特別說了兩次 他說美國不知道 以色列要暗殺哈尼亞 那這件事情網友又怎麼看 來留言跟我們做更多的分享 我們繼續來關心 這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他這次在內閣會議上也特別強調了 以色列和伊朗還有伊朗的代理人 展現了是多線的一個戰爭喔 那包括我們來看到盤點伊朗 進攻以色列的種種的動作 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四月份 當時還記得嗎 發射了火箭還有法塔赫的這個 極音速飛彈跟見證者無人機 這種比較強的武器 挑戰以色列的各種防空系統 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各種 包括鐵窮還有大衛投食所 跟飛艦鐵樹等等 另外一個方式則是透過其他的國家 包括伊拉克敘利亞跟黎巴嫩的 這些親伊朗武裝民兵擁護 從這三國的陸陸來前去進攻以色列 那我們來看到四月份以色列用防空系統 把這一些來自伊朗的99%飛彈 都攔截下來了 這一次伊朗還會採取 繼續用空襲的方式嗎 還是剛剛我們說的 會用這種陸陸攻擊的方式呢 能不能守得住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他會用空中的攻擊 不管是導彈或者是巡音飛彈 那導彈要包含一般的導彈 還有高超音速的導彈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講大量使用的無人機 然後大量使用的在消耗以色列的 防空系統的能力 讓它造成飽和攻擊 飽和攻擊消耗彈藥 這樣子的話 以色列的防空能力就會衰減 那衰減的話 後續的話火箭彈就出來了 那火箭彈用的話 以色列在防空能力的話衰減 剛好讓火箭彈可以發揮威力 那跟上次有什麼不一樣 我認為上一次的話 打完無人機之後就沒有火箭彈 這個時候打完之後就要火箭彈 因為以色列要動武 以色列動武能夠達到一定的效果的話 一個多軸進攻 讓它背多離分 東南西北都有 你要北邊 北邊 黎巴嫩 那東邊 東邊 敘利亞 或者是從以朗過來 突穿到約旦然後進入以色列的 南邊 南邊有夜門的胡塞組織 如果是我的話 西邊的話我要從海上 地中海 我派一個船還是潛艦 要滲透攻擊 西邊也讓它不安全 你就不能四軸進攻 會讓以色列難以招架 因為四邊都要做防範 而且戰線要拉長 因為以色列不怕打 以色列怕殘 以色列怕脫 但是伊朗啊 伊朗不怕打 伊朗夠打 伊朗又有代理戰爭 有三個小老弟 包括敘利亞 包括黎巴嫩真主黨 也包括夜門的胡塞組織 它有三個小老弟 所以伊朗是不怕打 也不怕脫 以色列是不怕打 但是怕脫 脫下去 對以色列本來講不好 因為它這個高度開發的 先進的工業國家 它希望穩定來發展它的經濟 跟民生嘛 那天天躲到防空洞 天天不要動 天天停課 天天停工 那以色列的話 拖個一年半載 以色列國力馬上耗損 人馬上離開 外國不會投資 那靠其他在 這個猶太人 在世界各地的 回到 把資金匯入 以色列會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以色列短板在這個地方 以色列怕兩個 第一個是怕脫 第二個怕多走進攻 多走進攻的話 不要忘了還有地中海 大家容易束縛地中海過來 那看伊朗有沒有這個能耐 如果伊朗沒有這個能耐 能夠滲透到地中海 它可以借到蘇伊士銀河 借到蘇伊士銀河 同海 而且蘇伊士銀河是在西奈半島 那西奈半島 控制在埃及手上 那只會進入地中海 可不可以 這樣就可以做滲透攻擊了 所以它認為 看看伊朗的戰術怎麼樣 有沒有有效的消耗在第一時間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能力 剛才講那四個 包含鐵熊系統 鐵樹系統 還有大衛投石鎖 跟飛艦系統 全部是反彈跟防空的 那我怕伊朗不會派戰機去轟炸以色列 因為伊朗在這一方面的轟炸能力 是有限的 但是飛彈的能力 它是對伊朗來看 它是有這個忍耐 它為什麼不做呢 而且伊朗有錢 它賣石油 賣石油換錢 換錢買武器 所以伊朗 它有這方面的底氣 所以我看 這一次的報復 雙方的報復戰 比四月份的報復戰 會來的時間會拖得久 那會造成以色列 也會造成以色列的損失 會比四月份來的大 是 所以將軍在我們看到說 這一次還有可能 伊朗還是有可能使用的是空襲 用多軸進攻的方式 可能會是最有效率的 我們來持續看到 其他國家的角色 我們剛剛不是說要聊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在這當中的角色嗎 我們先來看到俄羅斯 這位是國家安全理事會秘書長 邵伊古 8月5號特別訪問了伊朗 會晤他的總統 那伊朗的官員也透露說 邵伊古此行 已經答應伊朗 將會運送先進雷達 還有防空系統來軍援 德黑蘭 另外一方面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發言人是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林健也在 以色列暗殺哈尼亞的事件發生後 表示譴責 我們看到在俄羅斯的部分 近年在中東協助調停 敘利亞跟土耳其的關係 那這次選擇軍援伊朗 希望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再來看到大陸的部分 近年也曾經積極調停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現在一一的衝突 北京方面可能又會有什麼樣子的動作 老師怎麼看 邵伊古這次去伊朗訪問 這是事先安排好的 他不可以取消 他取消就代表他對於他在中東地區 傳統的盟友伊朗的背棄 但是他不取消 就在這個時間點 剛好那就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不過他表現出來就是說 我會協助你的防衛 但我不會協助你的攻擊 至少表面上的這個說法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俄羅斯他一直以來 對於中東地區是有他的佈局的 那個時候針對伊斯蘭國 針對敘利亞 其實俄軍都有參與到 但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所以呢 在過去這兩年 他到過來伊朗 變成提供俄羅斯 所需要的一些彈藥武器的來源國 那所以呢 當這個伊朗的新總統上來之後 稍一股的訪問 這就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現在 如果說美國因為 以色列跟伊朗的戰爭 而又再一次的深陷到 中東戰爭的話 那當然對於普丁而言 對於俄羅斯而言 這俄烏戰爭的壓力就會減輕 這個邏輯 可是事實上 那他就會失去來自於伊朗 所需要提供他足夠的武器 你不要忘記 烏克蘭最近也取得了F16 對 所以這是一個變成 俄羅斯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可是我覺得他並不希望 在這個中東地區 伊朗跟以色列 發生這種大規模的戰爭 我必須要講 以色列其實是擅長閃電戰 伊朗是絕對給你玩消耗戰 而且大概你看4月份的時候 當大馬士革伊朗的領事館 受到攻擊的時候 伊朗的人員死亡 14天之後 伊朗才做飛彈的還擊 所以我們這一次看到 大概在兩到三個禮拜 會不會還擊 我覺得會 因為你這次到我的首都來了 對不對 而且是針對就是哈馬斯的政治領袖 那又在革命衛隊所擁有的這個建築裡面 因此我覺得他會回應 你至少 否則這些其他的小朋友 這個胡塞組織 真主黨 那怎麼去看這個老大哥 對不對 但是你不能只用這些小朋友 因為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這個效益 所以呢 就要靠他自己 那他自己的話 因為地緣的關係 他又不可能 就是說派軍艦或者是飛機 所以他一定是飛彈 那飛彈會不會重演上一次呢 就雙方各做了一個秀 因為彼此都不希望戰爭擴大 你看伊朗外交部就說 他無意加劇地區的局勢 但必然懲戒以色列 這就很微妙了 你怎麼去懲戒 要比上一次更有這個懲戒的效果 而又不會真的擴大地區的這個局勢 所以我覺得我們看 也許是上一次4月份的這個戲碼重演 雙方各一波的飛彈攻擊 那但是呢都沒有造成任何實質上的這個影響 那或者是說呢 他擴大了攻擊 加大了 比如說彈這個飛彈的使用 或者是錯開一些時間 然後呢也的的確確造成 以色列軍隊或者是一些基地的受損 那以色列同樣的這個回擊 一波之後呢這個事情大概有放緩 中國這個時候角色很特殊 中國這個時候有三組這個艦隊 在駛往這個區域 一個是在就是說 46批護航編隊 這個是在針對就是反恐的 第二個是在結束了 就是一個052D 在結束了對俄羅斯的訪問之後 正在穿越地中海在前往埃及 第三路的這個艦隊呢 也是有一艘052D 跟兩艘的017的船屋登陸艦 目前在坦桑尼亞跟莫桑比克之間的海域 要前往紅海 但這個都是他剛好在這個區域 所以並不代表中國會真的是參與到這裡面 我覺得中國是不會在軍事上 參與到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任何的衝突 因為他過去一直扮演 就是伊朗跟沙特之間的和解的角色 以及這一次在哈馬斯裡面的14個派系裡面的 北京宣言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大概在這個事情上 中國是希望說這個事情能夠大事化小 不過我們大概都會緊張 也都會可能不能排除 這個區域的戰爭可能會擴大 是謝謝尤明老師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集我們來關心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這集中有戰略地理 未知重要性的這個國家 就是南亞國家的孟加拉了 近日他自己內部才因為這個內部的公開公職配合問題 引發學生的抗議 進而引發了一連串暴動 導致執政15年的總理 這一位是謝赫哈希娜 好 謝赫哈希娜 他在8月5號突然間辭職 而且出國了 目前是由他們的陸軍參謀長這一位 來組建臨時政府 其實我們來稍微回顧一下 哈希娜7月底才訪問中國大陸的會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當時他曾經大開口 要求了50億美元的一個融資金額 結果竟然只拿到了1.4億美元 讓哈希娜非常的失望 對照這一位印度總理莫迪 就是對他非常的熱情了 6月份的時候 當時哈希娜他訪問印度 莫迪他熱情的去接待 跟孟加拉還簽了一系列的協議 都是在擴大和海事安全 海洋經濟太空通訊領域有關的相關合作 我們看到習近平主席 我們剛剛講了這一回 這個金額給的這麼的小 是否早就已經動足先機 嗅到說孟加拉接下來 可能會有政局不穩的這個情況 所以當時才不給他大筆融資嗎 我們怎麼看 在莫迪的部分 六月份熱情的拉攏 跟他簽署了一系列協議 印度是否壓錯保了 這一回是否又得再準備重來了呢 劉敏老師怎麼看 是的我想大家要了解 孟加拉這個國家 其實真的在南亞地區 或整個亞洲地區 發展一直受到局限 我這講的客氣了 其實某種程度有一些人 就一直把它視為叫做失敗國家 也就是說他在金融 經濟 政治上 一直就是不斷的問題重生 然後呢沒有辦法往前走 內部的衝突 政治衝突 階級的衝突 以及就是在吸引外資經濟發展上 就完全的停滯 那再照這樣大家都忘記了 孟加拉天災不斷 不管是惡劣的天氣水災 這些其實一直都是不斷 早期的時候曾經有 就是一些亞洲的國家 到孟加拉投資 那都做什麼呢 都做紡織類的東西 而這一位的總理呢 那他是就是孟加拉1971年的時候 才正式獨立 那個時候發生了很有名的 就要做就是巴基斯坦 就這個巴勒巴基斯坦 那個時候他是東巴基斯坦 東巴基斯坦跟西巴基斯坦 現在的巴基斯坦 發生戰爭 因為在二戰結束之後 巴基斯坦事實上是 橫跨印度兩邊的 而在1970年71年的時候呢 兩邊發生戰爭 那印度是去幫助現在的孟加拉 也就是當時的東巴基斯坦 取得獨立 而那個時候獨立的這一批人 獨立帶領獨立做第一任總理的 就是這一位西哈納總理 這個逃亡總理的父親 孟加拉的國父 然後呢就政治一直這樣子傳下來 那這個西哈納呢 他也到目前為止做了15年的總理 所以你就知道過去這15年 其實中國在孟加拉的投資上 是有一些的 一帶一路是有一些項目 但是呢過去這兩三年 一帶一路就卡在孟加拉 他沒有還款能力 他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這些 項目的推動 比如說徵收土地啊 或等等之類的 就完全卡在這裡 所以你看當這個事件出來的時候 西方媒體喔 看到法廣還有美國之音喔 馬上就開始在嘲笑中國 你看這個一帶一路可能會撞牆啊 或者是你看這個中國的盟邦 現在又碰到問題 對不起 孟加拉是好多國家的盟邦啊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 中國大陸老早大概在過去這兩三年 你就知道孟加拉已經不行了 至少在財政上 你不能夠再去支出他 那就是等於是打水漂就完全沒有了 所以呢當這個就是說 哈希娜他再一次連任之後 他到應該是7月初嘛 到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 建了習近平提出了50億的要求 結果最後只拿到1.5億 因為事實上你要看過去 整個孟加拉他的這個債務的分佈 其實絕大部分是欠西方的這個銀行 那大概有不到10%左右 加上10多一點是欠中國大陸 所以也不是主要的 因此我覺得中國大陸在過去了解到 你這個慢慢的這個經驗你就知道 一個國家的發展 他在政治經濟這個金融各個方面 是不是能夠有所突破 能夠有這個具有還債能力 能夠往前走 能夠吸引投資 那經過了一帶一路在孟加拉投資 我覺得中國就了解這個不太那麼容易 那現在印度反而覺得說 因為印度的莫迪覺得 這是因為傳統上他獨立於戰爭的時候 就幫助他 那現在中國又開始收手了之後 他覺得也許這是一個政治上的 一個戰略上的一個契機 又可以把孟加拉又拉過來 對不對 然後不要像是那個斯里蘭卡 或者是其他的國家這樣子 因此 但是他當然有沒有 沒有了解孟加拉內部的情況 我覺得他們了解 但是對印度而言 印度也不就是類似的這個情況 覺得大概總是能夠撐過去 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孟加拉 他發生了這個革命事件 好 就政府垮台 Russ怎麼看 接下來中印誰比較能獲得新政府的青睞 剛剛永明老師看到說 中國大陸確實有他的一些新的機會 你有怎麼看 雖然孟加拉過去跟中國大陸有良好的關係 很正面的 但是 他跟印度關係是更深的 所以我認為新政府還是會依靠印度 不會依靠中國 而且中國剛剛老師有講了 中國知道 美國的投資在那邊是有太多的危險了 印度的考量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希望還是有越來越多回教國家 也是跟印度關係很好 目前 因為這個都是來自於印度跟巴克斯坦的衝突 那雖然印度跟巴克斯坦長期有這個衝突了 但是最近幾年 印度越來越像跟巴克斯坦國家 中東國家 還有孟加拉做好朋友 對 所以這個也是印度的其中一個考量 那另外也是要組織中國 萬一中國真的要入住孟加拉的話 那印度也要避免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他們就願意對孟加拉繼續提供幫忙 所以我相信新政府組建之後 還是會依靠印度來 好 不管是中國大陸或印度未來看起來 新政府會比較傾向哪一方 我們會來持續的來做觀察 不過為什麼兩邊都進鄉要拉攏孟加拉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他有他的關鍵地位 他位在北京封鎖印度洋的 印度洋珍珠鏈 好位置上我們帶觀眾朋友了解 東部是連接緬甸腳漂港 西部連接巴基斯坦的某個港 中資還在孟加拉成建這邊 是以當時的總理為名的這個潛艇的基地 藉此要威脅印度 孟加拉政變會對北京 印度洋的珍珠鏈帶來威脅嗎 將軍怎麼看 我要認為這個孟加拉會逐漸修正一些方向 可能往中國大陸這邊靠近 因為她的這個女的這個總理 這個拉赫曼這個我們講到哈希娜 就是拉赫曼她的女兒 應該這麼看 因為她的父親被在那個政變被暗殺 那她這個接這個我們講到的孟加拉這個總理 她是兩任她不是連在一起 她這15年是分開的 從1996到2001這一個段 然後從2009又開始到現在 所以她是分兩段連在一起 她中途有一陣她就是在2001到2009這8年 她這個選舉失敗 那她在第二任期從2009年到現在為止 採取的是強硬路線 國內的政局實在不穩 那不穩之後 這一次這個群眾去示威活動 下令開槍 所以死了300多人 死了300多人 他跑到哪裡去就是個指標 他是跑到印度去 那跑到印度去 這些被解放釋放人出來的時候 那對他 他是往印度靠著 那這些人會往中國大陸靠著 你看這個是政治立場 他要去選擇要靠印還靠中 你要壓寶 那他是靠印 那他往印度跑了 那這樣的話 為什麼中國大陸沒有給他 給他錢是給他那麼少呢 只給他一億四千萬美元啊 為什麼沒給他五十一 因為你靠印啊 我當然跟你少啊 那現在既然他跑掉了 那現在可能慢慢會往中邊靠 那錢就會多了 而且我們叫孟加拉窮 他一億七千萬人 他人口很多耶 他雖然這個地方 颱風水災 剛剛老師就講 颱風水災不斷 但是他的國民手車非常的低 才兩千八百塊美元 要的是經濟 地人政治 美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展現 我看! 多次刀 大展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